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玩卡,歡迎收看小朋友,今天我們會為大家介紹全新練技能小怪異彩史萊姆的用途,以及如何大量入手 我們先來談談用途好了,這是以後主流的練技能小怪,可以看到他可以幫指定的系列累積600回合 那這指定的系列包含自家系列,中國神系列啦,或者是聖九女武神 就是之前的獨立系列都可以去練喔 包括到舊友的合作拳皇,然後EVA啦,全部都可以練 所以其實異彩史萊姆呢,可以說是以後主流的練技能小怪之一 那如何大量入手呢,這邊幫大家整理一個懶人包 那這個懶人包,先來談談速刷流程好了 那步驟一呢,你可以先入手傳教士系列,並且將傳教士系列技能等級練到滿 那同時將他移到素材背包 再將素材背包裡面的傳教士系列去兌換成史萊姆 好,那這個是一個速刷大量史萊姆的一個流程 那如果大家要拿這個史萊姆給剛剛所提到的指定系列去吃的話 要記得,如果說你吃的目標它是季,滿季是季十,滿季是季十二,滿季是季十五 各有不一樣的吃法,像季十二就吃24隻異彩史萊姆 季十五滿季的話就是要吃39隻異彩 所以這個是一個終極懶人包,在這邊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這個異彩史萊姆兌換的這個流程呢 不一定是傳教士系列,包含那個像是蜥蜴龍啦 然後地精這些也全部都可以換成異彩史萊姆 那能夠兌換的小怪太多了,這邊就不一一贅述了 我們上面有相關的資訊 不過如果說你要真的最速刷的話,就是用這種傳教士去刷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實際操作一次速刷流程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點進公會洞裡面 公會洞,洞窟你可以用這個指定的鑰匙來去刷這一次的關卡 可以發現右邊有這個傳教士布萊恩的頭像,點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往下滑,滑到這個傳教祭壇 那其中呢,這個你可以用你自己速刷的隊伍去刷 那刷完的關卡就會長這個樣子喔 就會掉落這個無鼠小怪各一張 那無鼠小怪你得到這麼一張一等,然後技衣的小怪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來把它給練到滿技啦 好,那練到滿技的方式呢,很簡單就是他可以吃這個靈魂石 我們這邊直接吃給大家看 選擇素材,你點進去之後,然後點這個切換背包 你一開始原本應該是這樣的畫面啦 那切換背包成素材背包這樣子 那素材背包,那我們就可以吃這個相對應屬性的靈魂石了 像是水的話,你就可以吃這個最小的水,靈魂石 或者是吃這個... 欸...它有這個...進化素材那邊 喔這個也可以吃 這個吃了也可以練技能 只要它的技能敘述是這個水波攻擊都行喔 然後這邊其實你右上角點開也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破碎之蒼魂之外,還有小靈魂石 甚至到青蛙全部都可以練喔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這個相對技能可以去練 好,那麼接下來呢我們要來吃到滿技啦 那這邊建議五隻五隻吃,還有可能會跳技 那如果你比較急的話十隻,十隻吃也行的 好,那可以看到這邊吃五隻就直接練到技能滿了 好,那技能滿的這一張呢 欸...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轉移到素材背包的能力 你點開背包,然後一字素材背包 好,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 欸等一下,我先把它解除那個...解除隊伍 好,如果說你是在最愛或者是它在隊伍中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沒有辦法這個...兌換了 所以要把它解除最愛或者是從隊伍中拿下來 這樣子,這是我們剛才練到滿技的那一張 就可以移至素材背包 那當然你可以一次練到,練好幾隻滿技的 然後再一次移也沒問題 然後這一張滿技的呢 目前就已經在我們的素材背包裡面了 此時此刻,你就可以把它兌換成這個... 異材史萊姆 那個畫面往下滑,行商要塞中 可以看到這邊有強化素材類 點進去,然後就可以兌換異材史萊姆 其中它就會偵測到你的素材背包裡面 欸有符合資格的都會在這邊 那剛剛...你再點開確認一下 喔它是滿技的,這樣就可以兌換了 那麼一張滿技的可以兌換14張異材史萊姆 所以才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欸這個...要先練到滿技,再去兌換史萊姆 這個效益是最高的,原因就在這邊 好,所以移到這個方法 大家應該可以大量的兌換到這個異材史萊姆 好,那這個是一個速刷異材史萊姆的流程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談到第二部分了 異材史萊姆的吃法 那我們這邊準備了G12跟G15的 供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從G12的開始 那合作系列都可以吃喔 所以這邊這個G12,它這邊G1 我們就直接來吃它 讓它吃這個史萊姆 那我們這邊就...按強化 然後選擇素材 切換背包,切換到素材 背包裡面我們往下滑 這邊就可以看到你剛剛獲得的異材史萊姆了 那根據這個...數值指出 像這個大哥他是... 12,滿技就是G12 所以我們總共要吃24隻的異材史萊姆 我覺得滿技了 我們來實測看看是不是是這樣 好,我們吃了10隻 那接下來再吃10隻 OK,那吃了20隻之後 已經來到了... 目前是來到G11了 那我們只要再吃4隻 那其實就已經直接...滿技了 好,對剛剛好 G12練到滿 好,那這是G12的吃法 那接著我們來吃一個G15的 那剛剛有提到說 可以練這個中國神系列 我們就來實測看看 好,那它這個的話是... 練到...沒有練技能等級 那根據剛剛的...數值指出 這個...G15的話要吃39隻 好,我們就... 我們就自己來吃吧 好,目前是吃了10隻 好,接著是累積20隻 好,20隻來到了G11 好,20隻來到了G11 再來30隻 OK 好,G13囉 然後再來吃9隻 可以先點到滿之後再減1 這樣就39了 好,所以大概是吃4輪 可以看到這邊 直接練滿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是全新 異彩史萊姆的一個用法 那這個...目前呢 這個...懶人包的速刷兌換機制呢 只有...好像只有這個版本 或下個版本有出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說要兌換要快喔 這個之後這個速刷流程 可能就會變成絕版的東西了 那這個流程就交給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別忘了開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遞一時間寄通知給你 我是王岸凱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 下部影片見到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